豆漿是一種老人弟弟都適合喝 而又營養價值很高 加連蜜味的飲品 所以我曾經介紹過大家做黑芝麻豆漿 因為加上黑芝麻的鈣質成份 是比同等重量的牛奶高出18倍 所以你說喝牛奶得到鈣 不如喝黑芝麻豆漿吧 除了我曾經介紹過豆漿的好處之外 可以說強身健體、減少糖尿病 幫助高血壓的症狀 和防止脂氣管炎等等 它有很多好處 還有可以防止衰老 我們很多人都想美麗 不過我們喝豆漿都應該要很小心選擇 原來對某些人是絕對不適宜的 是某些人不適合喝的 例如有痛風症的就是 如果痛風症的 你喝了豆漿 你會容易發出病症 同時有胃、不舒服、胃炎等 這些也不能喝豆漿和吃它的投製品 因為會刺激胃酸分泌過多 便會影響病情會加重 或者引致腸胃和氣很漲 同時在豆類裡有一種叫低聚的糖 可以令到腸的鼓鼓聲 經常會吹出氣 所以有腸胃的苦羊朋友 都不能喝豆漿 而且如果你有腎結石 也不適宜 因為豆裡的草酸鹽 可以和腎裡的鈣結合 就會造成這個結石 如果你本身有腎結石 就會更加加深你的症狀 除了這幾樣的病症不適合喝 原來喝豆漿也有幾樣禁忌 我們要小心不要犯錯 否則對我們的身體是有不好的 第一樣是我們不可以喝未曾煮熟的豆漿 有些人喜歡買新鮮的生的豆漿回來 回家自己去加熱它 但是很多時候加熱的時候 它不知道什麼時候才煮滾 看到有泡就以為已經熟了 滾了 其實是未曾滾的 我們要以高溫去到100度 煮它才可以安心飲用 這個時候才是全部會滾的 如果未滾我們喝了 我們會出現頭痛 或者呼吸不暢順 如果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你就立即去見醫生 因為會引起很多問題的出現 因為沒有煮熟的豆漿 它裡面有兩種毒素 會引致蛋白質代謝的障礙 令我們腸胃會產生刺激 引起中毒的象徵 所以如果你真的一喝了 自己買回來再煮滾的豆漿 一發覺不舒服 立即就要去見醫生 第二件事就是不要打雞蛋 在豆漿裡 為什麼呢? 因為認為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拿著雞蛋 那豆漿加雞蛋 就更加多營養 其實這個不對的 因為雞蛋中的黏性蛋白 和豆漿中的二蛋白煤 是很容易在一起 產生一種不讓我們身體 容易吸收到的物質 我們會這樣影響營養 吸收得很少的 第三件事就是 不可以加一些紅糖 做甜豆漿 喝起來是很甜的 但是紅糖裡面有 基酸和豆漿裡面的蛋白質 結合了之後 就會產生一種沉澱物 這些我們不能吸收 就會破壞了營養成份 同時千萬不要用暖水壺 去裝一些煮滾的豆漿 以為到時我有魚豆漿喝了 我裝著它帶出去 絕對不適宜 為什麼呢? 因為豆漿會將 暖水壺裡面的水 旁邊的垢 會溶解下來 在適當溫度 這麼暖的情況下 在豆漿裡 用它來做一個養分 這些水壺裡面的細菌 就會很快大量繁殖 只是三個小時左右 這個豆漿就會變壞 變了酸 就不能喝了 第五樣呢 就是我們不可以過量一次 喝太多的豆漿 因爲這樣 會引起蛋白質 不容易消化 我們就會 土漿 或者是 土瀉 還有 大肉 就不能兇徒喝豆漿 因爲 豆漿裡面的蛋白質 很多時候在我們人體裡面 會轉化為熱量 而是被我們消耗了 不能夠充分地得到 補益的作用 如果我們喝豆漿的時候 吃點麵包 糕點 饅頭 有澱粉 這類的食物 可以令到這個豆漿中的蛋白質 在這個澱粉的作用之下 和胃液 充分發生了它那個 煤解 令到養分 能夠被充分吸收 而第七樣的禁忌 就是不要和藥一起去吃這個豆漿 有時候有營養嘛 用來送藥 原來不行的 有些藥物 會破壞了豆漿裡面的營養成分 這樣我們喝了 就等於沒有喝到 得不到效益 所以 豆漿是一個很好的營養 大家都 除了特別的情況之下 都適宜用來飲用 不過你要知道 你是不是符合 這幾個原則呢 如果你符合的話 你當然是很安全 否則就是一來浪費了養分 或者引致你的身體不適 我們不可不知了 我看不見了 你現在要做到 來浪費了 你現在要做到